西班牙拉帕麻島火山自從19號爆發以來 已經摧毀了500多棟的建築物 還造成6000多人流離失所 火山在27號短暫平靜幾個小時之後再度噴發 專家就警告 現在就說火山爆發結束還太早 至於希臘克里特島 27號發生了規模5.8的地震 目前已知至少造成了一個人死亡 畫面上的車輛劇烈晃動 另一處修車場裡 員工和客人全都跑到戶外躲避 希臘第一大島克里特島 當地時間27號上午9點多 發生規模5.8的地震 造成多間房屋損毀 首府伊拉克里歐南方 約30公里的一間教堂 正在進行屋頂翻修工程 地震導致屋頂塌陷 一名工人受困 雅典地球動力研究所表示 地震陣央位在希臘首都雅典東南方 約兩百四十五公里處 深度為十公里 希臘政府指出 目前沒有人員受困 不過有二十多人 因為地震受傷 已經派遣更多人力 前往當地協助 西班牙拉帕麻島火山 在瓶頸幾個小時後 再度噴發熔岩 自從十九號火山爆發以來 已經掩埋五百多棟建築物 還導致六千多人流離失所 二七號拉帕麻島火山 瓶頸了幾個小時 但科學家警告 現在就說噴發階段結束 科學家還指出 火山以南持續有探測到發生地震 因此技術上來說 火山仍在噴發 當局也建議居民留在室內 以避免吸入涉事 一千多度的火山熔岩 碰到二十度的海水時 所釋放出來的有毒氣體 共識新聞政委人編譯